为了呈现企业对于文化传承及社会责任的认同 南投县半山崩工厂 特别打造湾岛文化馆及世界南岛中心 日前也特别举行开幕仪式 希望透过文化展示及曾经式的体验剧场 吸引更多游客来到南投旅游 我们打造了全球独一无二的沙滩剧场 所以我们进来湾岛文化馆可以来 在南投都可以到海边走走 可以在沙滩观浪 而且我这边也拍了一部电影集的影片 那烧了很巨额的千万的费用 就在描述说 我们南投其实是原住民 全台湾二十几个县是原住民族最多的 所以包含葛哈乌啦 布弄啦 太牙啦 非常多族都在州啦 都在我们南投这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先员林如阳感谢在地企业的用心规划 将在地原住民文化以及台湾民族文化等融入其中 透过这样的方式 不仅能够让民众深入了解到许多原民历史文化之外 也能形成一个南投的新亮点 吸引外地游客来到南投旅游 我们半山梦工厂的湾岛博物馆 这次今天已经正式的开幕 那很高兴 我们半山梦工厂这次真的非常的用心努力 那让我们的湾岛博物馆 它其中把我们的在地的原住民的文化 还有我们在地很多台湾的民俗文化以及表演都容纳在其中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活动 不仅能够让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 更认识台湾的在地文化 认识我们南投的在地文化之外 也可以形成一个新的观光景点 也欢迎说我们在地的所有的好朋友 以及我们所有台湾的乡亲们 都可以来我们半山梦工厂来看一看 那除了来看半山梦工厂之外 也可以来我们南投市的景点来游览 那来了解我们南投的在地文化 湾岛文化馆与世界南澡中心 有24公尺超大沙潭电影院 模拟八线洞严洞 以及海洋探险沉浸市互动区 罕见的台湾原住民古物展出等 非常丰富 现议员林陆阳也欢迎民众 来到南投半山梦工厂欣赏 记者情绪南投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